在河南有一个辣王 名字叫做李永志 他曾经因为吃辣打破世界纪录 每天要吃五斤辣椒 而且还是配着白酒一起 后来他成为了网红 在直播间专门吃辣椒 不过辣王的背后有那么风光吗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李永志的故事 点个赞 好运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李永志来自河南的一个小山村 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小的时候李永志过得非常贫困 那个时候没有粮食 也没有肉吃 所以李永志为了下饭 总是会半点辣椒 从他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了 所以自此以后 李永志好像对辣椒着了魔 一日三餐都是离不开辣椒 而且李永志 似乎还找到了辣椒的其他妙用 上学的时候 李永志就开始用辣椒漱口 按照李永志的意思 他每天早上起床上学 非常困 有的时候根本就提不起精神 所以李永志 就会去厨房拿几个辣椒 放进嘴里吃 每次李永志吃完之后 他就觉得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睡衣也都没有了 李永志的父母 也发现了李永志的不同 别的小孩子吃辣都会红脸 甚至会辣哭 但是李永志却没什么事情 而且他有时候 还会把辣椒当做零食 晚上饿的时候 还会吃几个 这让李永志的父母非常惊讶 李永志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好 态度也是比较懒散的 根本就学不进去 所以李永志读到中学之后 就直接辍学了 后来李永志就在家里务农 到了李永志成年之后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 都会去大城市里面打工 在一些工地上干活 他们都赚了不少钱 然后回家盖房子 甚至还买了车 李永志觉得自己 一直在老家种田根本就干不了大事 还不如出去打工 还能够赚些钱 后来李永志就跟着村里的人去了城里 他没有什么文化 根本就只能够做一些体力活 所以李永志就在工地里面搬砖 后来李永志就成家生子 2005年的时候 李永志的大儿子却发生了意外 当时他儿子在马路上行走 却被一辆大货车撞了 双腿直接废了 当时李永志正在工地上干活 得知消息的时候 他差点晕过去 但是李永志知道 家里的顶梁柱是自己 自己一定不能倒下 这段时间李永志也是通过吃辣椒解压 河南辣王李永志 从小就把辣椒当做零食吃 因为吃辣名声打响 有一次 收工之后 李永志和工友们一起到一家餐馆吃晚餐 当时正好是饭店 所以这间饭店非常忙 李永志一行人干了一天活了 鸡肠碌碌的 非常饿 但是点的饭菜却迟迟没有上桌 李永志看见桌上有一些辣椒 这可是好东西啊 李永志看着就眼馋 又因为 呃 所以李永志就端着辣椒碗开始吃了起来 吃了一口之后李永志说 这一点都不辣 工友们向来知道李永志能够吃辣 但是这样生吃辣椒 还是第一次见 纷纷竖起大拇指 没过一会儿 李永志就把一碗辣椒全部都吃完了 不过李永志不觉得满足 他要把其他桌上的辣椒端过来开始吃 吃了三碗之后李永志才停下来 后来等到老板把饭菜全部都端上来的时候 看着空的辣椒碗 老板有些生气 李永志解释说没有人偷 是他自己把这三碗吃完了 老板明显就不相信 然后李永志又吃了一碗辣椒 老板这才幸福 在场很多人都表示惊奇 李永志吃辣太厉害了 说不定还能够靠这个赚钱 李永志心想确实也是一个办法 后来李永志就一直留意 哪里有吃辣的比赛 当时湖南卫视正好在举办辣王争霸赛 李永志就报名参加了 这一次的比赛上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吃辣人士 不过经过了几轮的比拼 这些人全部都败下阵来 李永志赢了 得了一个河南辣王的称号 李永志自然是非常开心的 这一下他的名声彻底打响了 很多媒体都要采访他 而且还有不少的节目邀请他参加 2012年的时候 在节目里李永志将挑战云南的涮涮辣 这可是6000多多的辣度 一般人一口都吃不了 培育这种辣椒的是王小乖夫妇 当时他们也来到了节目现场 因为这种辣椒太猛了 节目组怕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节目录制的时候 有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在现场 以防万一 这次的挑战是30分钟吃掉5个以上就算成功 挑战开始之后 不少人都败下阵来 最多吃3个 而李永志却一连吃了好多个 医生检查李永志身体也没有什么异样 而且他还要求一边喝白酒一边吃 王小乖夫妇心服口服 最终李永志也拿到了中国辣王的称号 辣王李永志 参加了不少辣王争霸赛 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2014年的时候 李永志去了央视的舞台 名声再次大响 从此以后 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 每天都要练习吃五斤辣椒 而且还要配上白酒 在国内打遍无敌手的李永志 又去印度参赛 印度有一个断魂胶非常出名 在当地甚至被当作武器 吃这个辣椒的最高纪录是五个 李永志胸有成竹 比赛开始之后 直接就吃了32个 把当地人惊呆了 李永志也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 李永志吃辣简直就入了魔 因为吃辣闹出了不少家庭矛盾 李永志觉得自己的荣誉需要人传承 于是李永志就会要求儿子也要吃辣 他做的菜全部都是辣椒 而媳妇觉得受不了 经常抱怨 而且当李永志有了孙子之后 看着刚刚断奶的孙子 李永志就开始盘算着要从娃娃抓起了 家里人都很不理解 而媳妇更是回了娘家 后来一家人还上了一个调解节目 当时李永志在节目中就保证之后 不会逼着家里人吃辣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后来短视频开始火了之后 李永志就在网上直播吃辣 后来还签约了公司和女儿一起出境吃辣 但是这个时候李永志的胃已经很不好了 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剧烈咳嗽 后来被送进了医院诊断出了胃出血 慢慢的李永志就越来越吃力 签约的公司看着李永志没有价值了 直接就把李永志一脚踢开 而且因为李永志自己身体原因不能够继续 甚至李永志还要赔一大笔的违约费 最无语的是 之前跟李永志一起出境的那个女生 其实根本就不是李永志的女儿 这只是公司安排的另外一个网红 目的就是为了蹭李永志的流量出名而已 2021年 李永志自己开设了另一个账号 讲述自己被公司骗了的事情 而且自己现在的身体也是非常不好 要经常吃药 医生也叮嘱不能够再吃辣了 很多网友也都表示唏嘘 当初那个叱咋风云的中国辣王 如今居然沦落至此 实在是没有想到 你听过李永志的故事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